下周三 美国国会将举行联席会议 对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进行认证 近日 数百位民众在南加州 为全国性的挺川巴士之旅举行开幕式 他们计划在1月6日到达华盛顿特区 参加停止窃选集会 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太阳风日前遭骇客攻击 这家公司负责的客户 包括美国国务院 总统办公室等重要部门 曾担任美国国防部网络安全政策和战略主管 网络安全专家约翰·米尔斯日前表示 已经确认中共主导了这次攻击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本周一发表了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讲话 其中四度提到中国 而日本防卫傅大臣向国际媒体表示 拜登对台湾并没有明确政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希望看新闻 我是万婷 今天是美中时间的12月29号星期二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下周三也就是1月6号 美国国会将举行联席会议 认证全国的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由于美国各大官方机构对选举丑闻毫无作为 川普总统失望之余 多次呼吁所有的爱国者 在1月6号齐聚华盛顿特区 参加百万人制止窃选的大型活动 为期11天的全国性活动 名为为川普游行的巴士之旅 在南加州数百名民众的见证下 从加州的帕萨迪纳正式启程 他们计划将横穿美国各大州行经12个城市 在1月6号到达华盛顿特区 参加停止窃选的集会 主办人希望借此来支持川普总统 并传递他们的呼声 对于此次巴士之旅 之所以选择在加州拉开序幕 主要参与者 美国优先项目主席斯托克顿说 是因为加州人已经对极左的政策忍无可忍 也想发出一直被打压的真实声音 因此在大量加州人的请求下 他们决定从西海岸启程 对于在如此大规模的选举丑闻 活动主办人劳伦斯表示 不能妥协 此次活动关乎着美国的未来非常重要 他说 我们将团结在一起 我们将夺回我们的国家 不允许那些邪恶的人 这些邪恶的全球化主义者和中共 占领着我们的国家 中共应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 他还提到 从11月3号一路走到今天 在捍卫自由 支持川普总统的路上 充满了艰辛 他说 我们知道这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战斗 现在可能看起来好像很黑暗 似乎我们在这场战斗中孤军奋战 但在这一路上 我们遇到了很多人 愿意为我们打开门 接受我们 我相信上帝 我认为真理会最终获胜 他最后强调 川普总统已经发出呼吁 希望所有的爱国者 可以出现在华盛顿特区 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的地方 1月6号 我们将有数以百万计的爱国者 聚在华盛顿 我们要向那些政客们说 你们可能在一开始拥有了权力 但现在我们有权力 美国是由我们人民建立的 我们人民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来自田纳西州的牧师表示 虽然看似没有希望 但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他说 我坚信此时的神选之人 乃是川普 所以 我只是给人们希望 我根本不相信拜登当选总统 因此 我们将继续战斗 继续祈祷 继续履行 并竭尽所能为这位总统而战 我为川普总统而战 因为他为我们而战 他给了我们一个发声的机会 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太阳风 日前遭骇客攻击 这家公司负责的客户 包括美国国务院 总统办公室等重要部门 曾担任美国国防部 网络安全政策和战略主管 网络安全专家约翰·米尔斯 日前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确认 中共主导了这次攻击 网络安全专家米尔斯表示 中共主导了太阳风事件的网络攻击 他说 我毫不怀疑 俄罗斯作为刺激伙伴 以某种形式参与了网络攻击 而中共是主要的攻击者 米尔斯还认为 美内瑞拉和伊朗 作为中共的代理人 也可能参与了攻击 他指出 美内瑞拉是以中共攻击 美国的前沿阵地 网络安全专家米尔斯说 各种形式的攻击 盗窃 这是一个外国运行的基地 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美内瑞拉甚至支持中共 在墨西哥北部建场 这是我们边境的南部 因此 伊朗和美内瑞拉 实际上是中共的代理人 或者说是中共的傀儡 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威胁 米尔斯还提到 2015年 美国人事管理部门 遭中共骇客攻击 导致了400多万联邦雇员的 个人资料外泄 从那时起 中共就成为网络攻击美国的头号对手 他说 我认为中共2015年攻击人事管理办公室被曝光 这是到了紧要的时刻 这也是中国超越俄罗斯 成为网络领域攻击 对抗美国的主要参与者和对手的转折时刻 在我看来 入侵人事管理办公室是中共在主导 米尔斯认为 美国必须制裁中共 使其付出代价 他表示 关键是美国应该做的事 让不好的行为付出代价 无论是通过网络 司令部 还是通过贸易制裁 还是通过向南中国海 派遣更多的军力等 所有的有效途径 要让中共付出代价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本周一发表了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讲话 其中四度提到中国 而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 曾向国际媒体表示 拜登并没有对台湾有明确的政策 并呼吁坚定支持台湾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讲话中提到 在美国与中国竞争并向中国政府 追责其贸易、科技、人权 与其他面向侵犯作为之际 若联合理念相近的伙伴 捍卫共同利益及价值 将能使美国处于更强而有力的位置 这段影片在发布7小时之后 只有2万多人观看 有网友留言表示 这只是陈词滥调和含糊不清的陈述 然而外界注意到 拜登的儿子亨特 被揭露在中国有腐败丑闻 而且直到现在还都在交易往来 外界关注的是 是否影响拜登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的政策不确定性 会影响政府对其他问题的态度 尤其是对亚洲事务以及台湾的问题 前日本防卫大臣 现任行政改革大臣的河野太郎表示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正在观察 拜登如何对待疫情后的地缘政治格局 近日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目前还没有见到拜登对台湾有明确的政策 他认为拜登因强力支持台湾 台湾安全是红线 对此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美国应该以武装台湾震慑中共 让亚洲盟友放心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